一開始一定會先是紅絲帶帶給人的一個畫面還有影像 紅色就是最明顯的 所以我們會選擇紅絲帶給人一些比較有顏色性的東西當代表 然後呢 紅絲帶他們在做這個集結會的時候 其實遇到蠻多的困難 然後以及就是可能對一般人對紅絲帶的液體是比較抗拒 所以在抗拒的當下就會是比較冷的感情 那這個基金會幫助這些人 所以會給他們很多的溫暖 所以我們來耗掉這些溫暖的景點 剛剛羅副市長有特別提到 這個在1991年的時候 這部分有還有十幾個他們的藝術家就覺得說 這個愛滋病非常非常重要 他們每次都在講講講講 好像是燒不到太大的養殖 所以他們是這個意思的 他們就覺得說應該用素解 讓大家覺得說 愛滋病 想到這個愛滋病 這樣子的這紅絲帶了 所以在這個2005年我成立愛滋病基金會的時候 那我們就用紅絲帶 這個來代表我們 那這個意義來講清楚了 紅絲帶就是代表愛滋病防治的意思 當然這個什麼叫愛滋病防治 大家一開始對這個愛滋病不太了解的時候 就好像說哎呦很怕的 非常非常緊張 那這個看起來非常冷淚的感覺 這個是我們Sandy 我們的金家愛跟我講說 我們今天要吹出這個香溫 一開始溫起來就覺得冷冷的 但是溫久了以後就覺得很溫暖 像冬天的陽光一樣 這很有意思 尤其在10月以日是愛滋病 所以整個月是愛滋病 黃之A的話 就是冬天很冷 好像愛滋病這個意點很冷一樣 但是你只要認真的去接觸 就發現不是喔 這是好像冬天的陽光一樣 是帶來一個溫暖的氣息 那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 所以我們紅鑽基金會 其實是帥全數捷出先 我猜大概全數捷還沒有用秀傑出擊 大概都是秀傑出擊 這個已經很久了吧 現在已經台灣已經快40年了 還是有問題 那全數捷走1981年了 如果更早一點其實快50年了 那我們來推出這個秀傑出擊 那用這樣子的這個叫做冬天的 冬日暖陽的概念 當然說那這個多一個黃金的一個意象 還有一個這個東西的確是 我們本身要做冬日的太陽一樣 還有一個故事 就是我們走來雪地裡面 就是會先聞到一個比較清涼的味道 然後在走到家裡面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回家的一個溫暖 所以就是前吊會是有點涼涼的 可以涼涼涼風的感覺 然後回到家裡看到家人朋友 會在家裡住在一起 互相擁抱 所以會拿回去買個甜蟹 好 嗯 好 好 好